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患转寿功德教授 你有做错事情 然后你有产生了过患 你要把它变成功德的这种教授 一定要忏悔 密教的忏悔 释迦行当中 大礼拜 大礼拜法 大曼道供养法 大曼道供养法 这个四规一 四规一法 释迦行 金刚心百日明忏悔法 这个就是教你 过犯转受功德教授 你做错了事 就一定要忏悔 忏悔完了 你业障消掉 你就产生功德 你真实的忏悔 才会产生真实的功德 密教是这样子讲 地藏经里面有讲一句话 言福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识罪 师尊每一天都在修倡悔法 也在修释迦行 大礼拜 大礼拜法 每天到佛堂 三十下福利挺身 大礼拜 看到佛 三十下福利挺身 三十拜 大礼拜法 大供养法 我做火供 就是大供养法 供养曼达法 所以fire offering 就是佛供 再来你就四规一法 你经常意念你自己的根本上师 经常意念自己的根本上师 意念所有的佛法身 所有的佛 所有的法 佛经里面的法 所有的身 要供养生人 恭敬生人 因为出家人 你看嘛 然后要做忏悔法 百日明 百日明忏悔法 非常重要 密教的金刚心 百日明忏悔法 非常重要 一定要忏悔 没有人 没有什么错的 谁敢 谁是圣人 拼天在座 谁是圣人 谁棘手 我看看有没有圣人 不是剩下的人 就是要忏悔啊 你起心动念 你没有贪念吗 你没有做过事情呢 做错事呢 每天都在做错事啊 哪有没有做错事 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没有做错事 是谁啊 插插 插插 他最有名的计划 这个廉子上师讲 你只要做错了 不承认错 就永远没有错 这是什么逻辑啊 哪一个圣人写出来的这句话 我看只有叉叉才写这句话 他真的是圣人 他不用忏悔 书尊天天都在忏悔 因为忏悔可以转化成为真正的功德 今天教你哦 你是不是收访 你是不是收访 叉叉是不是收访 访言太多了 福死届世啊 我现在收集了 各位那个行 你这个旧金山来的 纽约的来的 多明一家来的 任何一个国家来的 都给我告诉了 他讲过的话 我把你讲过的话 列出来一看 根本全部都是收访 算的结果都是假的 那今天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有没有收访 你说访 你就赶快吧 金刚心百日明 忏悔法 你天天给我修善悔法 你才能够转化你的这个过患 成为功德 你不这样子做 还是你拗啊 硬拗啊 你硬拗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我师父都讲我有错了 你每一个人都有错 任何人都有错 你没有错 我告诉你哦 哪人家一针一线 都是错 一根针放在桌上 你看没有人的 你就拿了 那就是错 一条线 你拿了 也是错 一针一线都是错 都要忏悔的 你错得太离谱了 所以应该要忏悔 忏悔才是功德 这个就过患转授功德教授 这很简单的嘛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